歡迎來到命運設計系 我是你們的系主任 簡少年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事情是 大家敲碗已久的話題就是 小人 以前比較傳統的算命師 常常會說 你這個命中小人很多 或是說你這個會犯小人 所以一定要來防小人 甚至是打小人 對吧 以前看香港有那個 打你個小人頭 打你個小人腳 對吧 那為什麼要防小人呢 其實就是因為 大家覺得生活中很多倒霉事 往往有人扯你後腿 可是呢 我們現在來定義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人是小人呢 例如說 到底是這個人做事陽風陰危 常常扯你後腿 還是這個人見不得別人好 或是做事情很不老實 那這樣子維度太多了怎麼辦呢 那我們只要選一個維度來切入 就是辦公室啦 第一個是嘴很薄 而眼神很兇惡的人 因為一般嘴很薄的人 說話容易傷到人 那他眼神如果很兇惡 就不是說話傷人而已了啦 而是對於自己承諾的事容易翻臉不認帳 甚至是信口開合 那合作到最後呢 都會出問題 因為嘴很薄的人 往往沒有事情做不到位啊 接著第二個呢 是眼神很兇惡 又不正眼看人的人 要注意 不是那種害羞的類型 而是他每次看你的時候就這樣斜眼看 拍照的時候也這樣 但不是因為他右臉比較好看 而是他平常就喜歡這樣 當他怎麼樣看人都不正眼的時候 我就知道怎麼樣 這個人是害怕自己心思被看透的人 所以呢 他習慣藏秘密在自己的心裡 如果眼神又很兇惡 那就比較危險啦 原因是因為他不是只有隱藏自我的習慣 他還有暗地裡算計別人的習慣啊 但是如果呢 欸這種從頭到尾呢 都不敢看你屬於很害羞的人呢 欸這樣是屬於比較害羞啦 不能說他是小人啦 所以就不太符合啦 另外還有一種是左右臉極度不對稱 而且眼神很兇惡的 這樣的人是怎麼樣呢 一般來說我們正常人啊 左右臉都不會完全對稱 完全對稱是富貴之人 但是呢如果你左右臉沒有中風 基本上你的不對稱不會很極端 所以呢如果你天生臉就左右很不對稱很極端 代表這個人內心會非常的矛盾 常常自己跟自己對打 然後呢再加上眼神很兇惡的時候呢 他在對打的過程就會有極端的行為 會有自我毀滅的心態 那如果是單眼皮的人呢 就更加嚴重啦 因為雙眼皮的人呢 他情緒會發出來 會緩解 但單眼皮的人不一樣 他很能忍啊 所以你得對他的時候 他都不會跟你講 有更忌恨在你的心裡啊 而且忌到最後很有極端行為喔 所以他這個報復的時候 就會非常非常可怕 其實小人的關鍵還是眼神很兇惡 因為眼神很兇惡的人呢 都不懷好意啊 那最可怕的是什麼 是眼惡無神者 就是很兇惡 可是又已經看起來沒有眼神 這種人呢 第一不是很正派 第二呢 因為他眼神混濁 沒有什麼精神 這樣的人會缺乏同理心 而且腦子非常混亂 容易心一痕 就做出很多殘忍的事啊 所以如果你發現一個人 是屬於眼惡無神的 你就要知道這樣的人 可能不是小人喔 已經是惡人的等級了啊 還有一種面相呢 這種小人呢 不只是小人 還是強盜的等級啊 喜歡搶人家東西的面相 是什麼樣的呢 好 這種不管是搶人家男朋友 或搶人家工作 或搶其他人功勞 在面相上的特徵呢 都是什麼 就是眼睛會非常非常的突出 而且眼神很凶惡 這種像蛇一樣啊 這樣子的眼神啊 就是屬於非常的貪婪 這種呢 是屬於不擇手段的類型喔 而且這種呢 非常善於偽裝 所以遇到這樣的人呢 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啊 因為他會裝成一個 非常好的人跟你麻吉麻吉 但是實際上怎麼樣 隨時要吞掉你的那一份啊 再來呢 就是大家最常聽到的 反骨之像啦 反骨之人的特色非常的自我 作風非常的霸道 要符合這個面相其實很難 怎麼說呢 首先你的耳朵的骨頭要整個突出來 耳朵要長成這樣三角形的 完全沒有耳輪 完全沒有耳輪 整個三角形的這樣子 然後接著呢 你的腮呢 還要完全突出來 就是從旁邊來看 這邊有一個腳非常大 而且你從背後一看啊 可以直接看到他這個腮很大 而且完全沒有長肉 這樣的人呢 就是反骨之像 在古代來說呢 這樣的人非常容易背叛別人 傳說中 慰言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長相 事實上 會不會背叛別人 其實也不一定啊 只能說這樣的人呢 他不太受社會 傳統價值觀的拘束 形式風格非常的自我 而且做事情呢 不會照別人的心意來 基本上 我想怎麼樣 就想怎麼樣 所以就容易變成一個 反骨仔的一個狀態啦 好 還記得以前老師我 在玩三國志的時候啊 這個慰言呢 不管怎麼樣就是會背叛 打一打仗就給我背叛 怎麼打都怎麼樣背叛 最後把他抓回來 雖然武力很高 但隨時又會背叛 所以真的很麻煩 所以遇到這樣子 一個反骨仔怎麼樣 一定要非常小心喔 那我們接著要教大家 怎麼樣來防小人啊 首先傳統說 防小人要帶尾巾有沒有用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用啦 那防小人比較有用的方法 是什麼 要有靠山 怎麼樣是有靠山呢 就是你夠強 或你靠山夠強 對不對 就不會靠近你 因為小人也是有機會成本概念 如果你有靠山得罪你 可能問題會很多 所以就不敢得罪你 因此呢 你坐的位置最好要背靠牆 而且要靠十牆 代表實體的靠山 小人就會變少 接著呢 你的左手邊或右手邊 最好也要靠牆 因為這樣代表你男貴人 或女貴人會比較多 小人就會自然少一點 所以如果你的背後 如果是個櫃子 放了很多玩偶 那你也代表小人很多喔 所以要記得把玩偶收乾淨 也可以讓小人減少一點 就不會在你背後說你的壞話啦 所以基本上呢 要防小人 其實邏輯就是 你在辦公室要有一個 好的風水位置 那怎麼樣是 好的辦公室風水位置呢 第一 就是背後要有靠 因為背後就是靠山 你仔細去看啊 背後靠窗戶的老闆 工作都很辛苦 錢也很辛苦 做得非常非常的不穩 所以背後絕對不能是一個窗戶 再來是 眼前的風景要開闊 因為你眼前風景越開闊 代表你看得越遠 你看得越遠呢 你就想得很遠 如果你看得很近 代表你想的事情 都會想得很窄 想得很近 想得不夠遠 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 所以一定要看得很遠 這樣子才不容易出事情啦 好 接著呢 很多人說辦公室可以擺一些 這種小東西招財 對吧 說擺這個 元寶啊 聚寶盆啊 或什麼樣的東西啊 不過呢 老師我是建議大家 淨化磁場 我們要淨化磁場 會用什麼 其實用炎燈是最方便的 就炎燈的功能呢 是會把你這個 區域的磁場給淨化 對吧 那你這個淨化的時候 一般來說 你的問題就會消失 這個運勢會變好 可是呢 有時候 還有一些特殊的現象 例如像老師 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就在他位置上 擺了一個炎燈 就一擺下去呢 哇不得了 這事情 沒有馬上變好運 反而馬上變壞事 出了一個很大的新聞 但是呢 他就問我說 老師那這樣這個炎燈 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還是沒有效 我說其實是有效的 為什麼 因為 你擺了這個炎燈 你要計畫磁場 很多時候會把這個小人趕走 小人是什麼 有的是冤親債主來影響 那因為你要計畫磁場嘛 可是你這個冤親債主 你欠的 要還啊 你以為你擺了個炎燈 就不用還了嗎 所以呢 只是說他沒有辦法一直跟著你了 所以他現在就要跟你結帳 所以他結帳的時候 一定會讓你倒楣 但是這個倒楣呢 有可能是身體的病痛 有可能是一個小事情 反正他做了以後 會有一點點小不順 那因為這個小不順呢 因為你是炎燈進化磁場 所以本來事情要變成 100分的不順 可能就是50分的不順 而且提早發生 讓他不會變得很大 所以呢 發生這事情之後 你要記得 你如果進化磁場 一定會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所以這是很OK的 放炎燈之後 如果 欸 不然間出了一點問題 千萬不要懷疑是炎燈造成的困境 一般來說 這個炎燈就是把你的磁場調整乾淨 但如果你放了以後 長時間都一直很倒楣 一兩個月都很倒楣 那你可能真的放錯 或是你買錯了喔 第二個呢 可以用來進化磁場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木葫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很多葫蘆的故事 像西合記講的 金角銀角 不是這種葫蘆可以把人家吸過去對不對 所以叫名字千萬不要回頭喔 那這個東西呢 講的葫蘆的效果 就是葫蘆可以把東西吸進去 而這種葫蘆呢 它是天然性的一種化沙用品 所以這種木頭的葫蘆它本身一定要開口 因為開口才能夠把東西吸進去 所以葫蘆是我們常常來講 如果你遇到不好的東西 你有一個葫蘆就可以幫助你怎麼樣 化煞的一個功能 甚至呢 以前講這個吸進去之後 化成酒還把它喝掉 這叫化煞為用 所以在某些場景底下 葫蘆不只有這個化煞的效果 葫蘆還有一個催旺的效果存在裡面 可以把你的火變大 然後這時候容易旺 不過呢 我們現在來討論就是 木葫蘆做的這件事情 這個葫蘆呢 要記得它一定要是 這個葫蘆的天然的形狀 接著呢 要有開口 所以這個開口呢 一塊也不能太小 也不能太大 就是要一個基礎的大小 也不能說小的只有一點點 你要剛好是一個洞口的感覺 可以吸東西進去 那你擺這種葫蘆呢 就會把周遭的煞氣給吸進去 自然的運氣就會變好 但問題是 葫蘆這東西的吸煞氣可能是有限的 所以你每次擺葫蘆之後建議怎麼樣 一記要換一次啦 就每三個月你換一次葫蘆 這個狀況會比較好 它才能持續一直吸這個不好的磁場進去 把它吸掉 然後轉化出來這樣子 不過呢你在辦公室裡面要注意啊 你如果擺這個葫蘆在桌上 很可能會嚇到你的同事啊 所以建議把這個葫蘆放在你的桌子底下 是比較好的啦 那你說老師買多大有用 是不是越大又有用 老實說你只要擺著你覺得它很顯眼看得到它 你內心的意識裡面覺得它存在 其實它就是有效果的 所以大小也不用特別大 大概一個手的大小 或是手一半的大小 其實都是有機會有用的啦 因此呢可以建議大家擺一個木葫蘆 那你通常擺個木葫蘆 如果放在鑰匙圈上 其實也有同樣的好處啦 它就跟著你這個花煞的一個效果喔 第三個呢是鮮花 那這個鮮花不能帶刺喔 帶刺會影響到你的桃花喔 是鮮花不帶刺的 而且最好是剛開花的 這種香味正盛的時候的鮮花是最好的 為什麼 鮮花呢代表就是桃花 這個桃花如果擺在辦公室 不只是加強你自己的桃花運 也會加強你在辦公室的人員運 但是不適合太多 建議呢就是擠數就好 不要這樣一大掌這樣子很多 然後呢它不能凋零 因為凋零的鮮花代表死掉的桃花 所以你的人員就會慢慢的變差 再來呢 桃花這東西呢 顏色要鮮豔一點比較好 如果顏色比較淡的 其實這種交情就沒有那麼深 顏色鮮豔一點呢 你們的桃花能量會比較熱情一點 這樣子呢自然你的人員會變好 客戶運會變好 同事運也會有所加強 然後有人就會問 老師我可不可以用永生花或是用假花 記得假花或是永生花等等的東西 都沒有鮮花這麼好 所以記得是要用鮮花來做這件事情 這是比較好的喔 除了以上呢這個風水相關的方法之外呢 有沒有一些玄學的方法 當然是有的啊 你去求一些比較正氣的 相對來說武力比較高的神 然後作為你的護身符 就很有機會可以避開小人 因為小人是屬於陰邪嘛 你如果正氣很足 小人就不敢攻擊你 那什麼樣的神屬於比較正氣的 例如像老師我拜這個普化天尊 雷神就屬於比較正氣的 然後再來呢 台灣比較常見的官公 也就是很正氣的 然後這個道教界武力最強的 玄天上帝也是屬於很正氣的神 這種神呢一般來說 陰邪小人啊 就很難敢靠近 如果他們敢靠近你呢 也會忽然間被這個守護神給影響 所以就會離你比較遠 可能會害怕 甚至有人會被教訓喔 如果你去拜這些正氣的神 有正氣的護身符 並且呢 你走在他的這個道上 那你就會得到他的這個護佑 那你當他庇佑的時候怎麼樣 這種卡因很多的 或是這種小人類型的人 就不會敢輕易的觸碰你 他知道天道呢 就會保佑這個正氣很足的人 他如果來攻擊你 或是扯你後腿 就容易怎麼樣 違反天道 他就會比較恐慌 前面呢 就是我們講防小人的做法 不過呢 那我們就來講到辦公室 我們就來教大家一個方法啦 就是怎麼樣子 透過面試 知道這個辦公室的狀況是怎麼樣 好 如果你今天去一個辦公室面試的時候呢 你發現這個辦公室的窗 看得非常非常遠 代表這個公司呢 就在煩惱很遠的事 但如果看得很近 對面就是一個大樓貼著超級近 代表公司在煩惱非常近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的工作呢 是希望你獲得長時間的栽培 長線的發展 那我就建議你 找一個看遠一點的公司 那因為他們對年輕人 或對新鮮人 都會有比較好的一個儲備的看法 公司也會看得比較長遠 但如果你希望呢 你的工作節奏是很緊湊的 馬上就能上戰場的 不喜歡太多辦公室政治的話 那建議你就找這個辦公室 看很近的公司 原因是說 你相對來說看越近 他就煩惱的越近 代表這事情馬上需要 你可以馬上做很多事 你馬上就有戰功 但還是不介意找太近的啦 因為太近代表說 他煩惱的太近了 會每天都很忙亂啦 但是呢 這種公司現在來說 不要看太遠的公司 因為馬上就有戰功嘛 你馬上就能分到比較多的錢 他也不會一個決策 可能一做就三四五六七八個月 他可能今天做決策 可能下個月就要執行 這樣的話呢 是比較快容易拿到搶金的啦 所以這兩種呢 基本上都可以自己去思考 看你想要的是長線的栽培 還是馬上有戰功 馬上有獎金的 這樣子呢 就可以透過辦公室 找到適合的東西喔 其實我老實說啦 在我眼中 就是我很少討論 什麼是小人這件事 因為小人這件事 可能是從你的觀點 去看他是個小人 可能他在他另外一個人的世界裡面 他是他的恩人 或是幫助他的人 而且我覺得 從不同的觀點 去看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沒有那麼明顯的說 他今天做這件事 到底是對是錯 因為他是用這個方式 來維持他的生活 甚至是養家活口 或是他可能幫助他的主管 可是他最後為你造成了一些傷害 那在商業層面來說 其實絕大部分的時候 真的是有人多就有人少 很多商業的狀態都是零和遊戲 當然也有商業狀態是雙贏 只是雙贏 是真的比較難做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老師我自己看自己的時候 我很難很少會說 我小人很多 或是說別人是小人 那我會覺得 其實絕大部分生命中的人 都是貴人 原因是為什麼 我覺得佛家講的這個 逆境貴人講得很好 他們叫逆爭上緣 就是講說 這個逆境是來讓你成長的 所以他帶給你一些痛苦的時候 其實是讓你去反思和反省自己 而最後呢 我也是一個感覺 因為我從這個二十出頭的時候 開始創業嘛 那做到最後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習慣會抱怨 可是後來當公司 越長越大的時候 你發現抱怨沒有太大的意義 原因是因為 你如果要抱怨 你一天就過去了 因為你每天要管的事情太多了 你可能有三四個部門 每一個主管都在講事情 還有外面的客戶 還有自己的這個財務 還有甚至是 你今天在自己遇到的公司 經營客戶的困境 我覺得如果你要抱怨 你可能一天就過完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多時候 其實不要說覺得 我為什麼小人這麼多 或是為什麼要怎麼防小人 其實更多時候 我們要反過來想 今天我們講 就行善基德 到底什麼是德性 德性就是當別人 今天對你不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算了算了 他也是一定必有可憐之處 這種時候就是德性 當然你也不是平白無故被欺負 這是很不一樣的 你不能說我就是被欺負 我就是忍耐 這不對 其實不是忍耐 而是你要反過來想是 他做這件事情 他的原因 那我們這次就算了 但下一次我怎麼避免 再讓他對我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這還是要有一個界限在 只是這個界限的本質是什麼 本質就是 我必須去思考 為什麼今天我會落入這個情景 很多人喔 真的被騙錢啊 後遇到一些事情很不好的事 很多時候都是真的是自己大意的 甚至是自己貪婪 所以我老實說 在我們修道的過程喔 會覺得圍道日損 就是東西越少越好 斷捨離 清心寡欲 就是我們的訂閱符咒啦 這樣子呢 其實是最好的 我們希望業障去去 業障越少越好 不要越多越好 但是今天 你如果沒有反省 如果你一直覺得 都是別人 小人造成的問題喔 那你就很難真正的成長 那你就會不斷在這個 惡性循環裡面 有一句話叫 冤冤相報何時了 我們不是好欺負 只是我們有德性而已 所以呢 欸我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是怎麼樣 很多人會說 以德報怨何以報德 但更多時候 你有德的時候 你就已經得到了這個因德了啦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 行善積德 清心寡欲 自然 小人就會減少囉 好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辦公室小人故事 希望大家都有所收穫啦 好這裡是秘密設計系 我是你們的系主任 簡少年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然後留言喔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 之前有一次呢 我在一個活動上 就是算是擺攤勞房 很多人來看相啊 占卜等等 結果呢 那時候就有一些人 靠近我的時候 他坐下去 他一直發抖一直發抖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一直發抖 他說他 莫名的覺得 非常非常害怕 然後我一看呢 哇他身上卡因 非常非常嚴重啊 我就說 哇你卡因很嚴重欸 他說有嗎 他就覺得自己沒有 然後呢 他就是看到我的時候 非常害怕 我就想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我才仔細一想 就想 有道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正氣十足的神喔 基本上呢 會讓這些陰邪喔 會比較害怕 所以如果一個 卡因卡很嚴重的人喔 他靠近我們這種 正氣比較夠的 附身符 或有修煉的人的時候 他就會害怕